嗨 大家好 我是Hank的屈辱生里蘇蘇 我是Nini 今天我們來到了嘉義的最新超夯景點 佐登尼斯城堡生技園區 哇 光過這個大門就超美的 真的來到這裡就有一種來到歐洲的感覺 而且聽說裡面有超過19個超好拍的打卡店 套備了七年才完工這個巨大的城堡 這位亞太最大的美容生技園區 準備跟我們一起推開這個城堡的大門了嗎 走吧 現在有預約到的人就可以憑簡訊錄員 那如果再加購100塊的話 就會有這個像機票的票券 然後機票就更有那種出國度假的感覺 這是有開放第二波的優惠門票時間 延長到10月31號 這上面都有200元的商品體用券喔 迫不及待要拿這張機票 飛往歐洲了 走吧 太美了吧 這真的是我看過台灣最華麗的城堡 真的 我們一進來印度也連的就是這個 起奇公主噴泉 哇 你看 它超壯觀的耶 它是用卓登尼斯的執行長的名字去命名的喔 這樣起奇也太可愛了吧 全世界只有四座 然後國外的噴泉是只有海神 或是河神 它們是分開的噴泉 但是台灣這個是結合海神跟河神的噴泉 現在這個畫面裡面 真的超像來到歐洲度假的小姐姐耶 這裡真的也是很必拍的場景之一耶 然後我們身後就是城堡的側面 城堡是一個摩字形 左右都會有兩個出入口 它們整個園區的花園 總共有四萬平方公尺 這麼大 到處都是歐式的造景 你看 噴泉在往裡面走 後面就是幸福鐘塔 公主的花園怎麼可以沒有瀑布呢 它真的直接打造一個 還滿壯觀的瀑布在這裡 漂亮 這一整個詞就叫做進行 整個園區的洛宇森就超過五百次 走在這個森林裡面 等到了露秋的時候 就會有漫飛的肉鬆落下 轉成漸層的祕境 那時候來一定就更美了 那要去找布萊爾花園 那也就是這裡最黏黏的打卡 我們看到了凱蜜公主春泉 就是最多人來這邊打卡的地方 公主們千萬不要錯過 錯過 因為它前面就是布萊爾花園廣場的這一個建築 還更有一種歐洲城堡的感覺 我要去當公主 現在我們在的這個地方就是 這整個城堡門日行的 愛澳明治柱廊道 它這個柱子超級壯觀的 整個廊道有200公尺 天老板到牆壁柱子都是很精美的雕刻 可是口外看的就是很漂亮的花園 看要準備進去到城堡的主體裡面 哇 這個就是全台最高有50公尺的窮頂喔 天氣好的時候陽光就會整個灑落在這個大廳裡面 就有一種很唯美的感覺 古董的老斯萊斯喔 看到這裡這裡就覺得更像那種博物館的感覺 一般的收藏器 對 越來越期待白馬王子的出現 我們現在來到茶曼特教館 我們再來吃烏餐 餐點都是有附贈飲料 所以大家看到價錢的品牌也不要嚇到 天啊 滷肉飯要有點大50塊 這城堡裡面吃的滷肉飯很特別 對我看到滷肉飯就嚇到了 可以換了飲料的話就是這四種基本款 那其他的話下面的 我們切200塊錢就是補叉20塊 上菜啦 哇 它的盤子用的很大氣 我最期待的一刻來了 我這個是炙燒一板牛排 是竹竹推薦的喔 然後我點的是五香手切滷肉飯 這個滷肉飯看起來胡實無華 我來吃看看 它切下去還蠻軟嫩一下就被我切開了 我覺得牛排好好吃喔 它料料很特別 你看現在它的醬看起來像黑胡椒對不對 可是不是它吃起來 比一般的黑胡椒還好在甜 它油花分布得很均衡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是肥瘦肉都有 我本來要diss這個滷肉飯 可是我剛剛吃下去的時候 超越阿嬤的味道 這是阿祖吉的你知道嗎 阿祖吉的 它是不是會有一點肥肉在 肥肉非常的Q彈 重點是它那個醬汁不知道怎麼滷的 都好像有一點油蔥的味道 飯粒粒分明 煮的超級剛好的 而且不會黏 這個飯粒的口感跟那個 香味是不是在外面 很少吃到對不對 嗯 到餐都會附 整蛋跟沙拉 上菜前會附這個麵包是可以無限序的 這邊啊到10月31號的餐點都打80 點醬是多少 600多塊 大家能然後把握這段期間來這裡玩 吃完午餐之後再帶大家去逛城堡 吃完飯後呢餐廳對面就是 珍朵斯特品牌館 裡面有賣佐登尼斯的相關品牌商品 一進來這裡就有這個 熱銷必買的前五名 可以直接試用他們的商品 在這裡洗看看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 魔法棉花泡泡沐浴慕絲 它是可以捏一個形狀 還有泡泡有這麼堅固嗎 我來捏捏看感覺好好玩喔 洗澡樂趣多耶 這個好有趣 摸起來好好摸好軟耶 這個感覺好療癒喔 那你想要什麼形狀我捏一個給你 好啦愛心一個愛心 哇真的是一個愛心耶 我們一起洗澡吧 如果你是貓的一定會超喜歡那個造型的抱枕 它有柿子嗎好可愛喔 有200塊摺底券 這個也都可以拿來摺底喔 對摺底券是只能摺底商品 不能摺底剛剛我們的午餐 好我們現在來逛 左燈爐是生活家居館 然後這一區就是比較 有點像是HOLA的感覺 也有賣戶外的家居 它的錄影也很好看 這可以放12瓶酒 這樣還可以吊高腳杯 這裡真的有很多香氛類的商品 所以這裡也有DIY體驗 總共有三種 我覺得品項蠻有趣的 有那個擴香扇 讓專業的擴香師去幫你做出屬於你的味道 來到了卓美館的前面 國美館也是這個城堡建築的名字 哇很多人在裡面拍照耶 超瘋壞的這個空間 它的地板有很多這個投影燈啊 其實是互動裝置 不過生運期間有很多互動裝置還沒有完工 等到這次開幕的時候 這個投影燈只要一踩下去 就會有互動裝置的動畫跑出來 小朋友也會很喜歡這裡 大家就會在這邊跑跑跳跳 那透過多媒體 互動裝置也會讓你更了解 每個香氛的品種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從花底香到走過來 就來到它另外一個販賣部 這邊有食物的打卡牆 其實我很多人也會在這裡拍照 它前面這個半圓形的檯面 就是寫12星座適合什麼樣的香氛 高材肥皂耶 我需要 很精耶 摸摸摸摸摸一下 欸它這個肥皂撥的真的很像黃金耶 可是我這樣捨不得把它洗掉 欸還是 我們就來到這個拉菲爾咖啡 才有賣這個超特別的冰棒 它在咖啡廳跟那個餐廳的風格又不太一樣 對有那種鄉村風的感覺 欸請問城堡外在餐盒是這裡才有賣嗎 我們目前餐盒已經販售完了 原本都在這邊 對對對 所以你拿到這張會選擇大張愛 剛剛你又說 哇 恐龍星球 他今天看到恐龍東西都發瘋了 欸這個蛋殼啊 好奇怪的人 我受不了啊 我要點的就是這個草莓歐蕾 看起來又超好吃的 裡面有兩個大大的草莓 而且土屏看起來都超精美的 不知道那個食品會長怎樣 我們等一下就點看看給大家看 OK 好 我先幫他拍一下 好 好可憐 好可憐 很可愛吧 我真的有兩個大大的草莓 你看 它真的是真材實料 是滿滿的草莓跟牛奶 價錢是100元以內 然後可以坐在這麼棒的環境吃 而且還點了一個這裡很必點的阿里山咖啡 因為這裡就是嘉義嘛 店內有販售手沖咖啡跟阿里山的好茶 它有附很可愛的杯子 這裡所有細節都很注重他們的藝術感 它不是那種果香 它是真的很濃的咖啡香的感覺 如果你是不喜歡上你的咖啡的人 那你應該會很喜歡這一杯 在試營運期間點 銀品都會有八折的優惠 然後還附一包堅果 不用低消就可以坐在這裡 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 我們現在要去做肌膚檢測 來到佐德里市精品館 哇 這裡又有比較高級的化妝品 這就是一面很神奇的鏡子 欸 這個鏡子很漂亮耶 它叫往後一點 啊 不是暗沉機 最近變黑了 我只是去比較多趟肯定 怎麼了嗎 我們攝影師是也很想做 逛完藝這個園區了 整個園區還有二樓有他們的研發中心 跟地下室有智慧工廠 你都可以透過這兩個地方 去看他們產品的製程 而且如果你有養寵物的話 只要你有被推車的話 都可以帶10公斤以下的小狗狗 或是小貓貓來 但是要記得要實施 寵物不落地的政策哦 而且這裡不僅是華麗的城堡 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亮點是 這裡同時也是一個綠建築 它是全台首座城堡式綠建築 美容生技園區 但呢 打造這麼漂亮的園區 還符合綠建築的這些規範 是值了30億 在這座城堡上面 全家人或是情侶來都超級適合的 我們的一日公主計劃也成功 今天真的有圓夢的感覺 唯一可惜的地方是 沒有遇到白馬王子 我以為呢 這個影片牽著白馬出來真的是太帥了 我真的 重複看很多次都不是問題 大家去看一下拜託 自己音樂的期間真的我覺得很划算 所以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是還有想要看我們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哎呀 好